明明就不喜欢牵手 却还是想和你一起漫步在爱丁堡大学的古堡里 很多人都觉得是周杰伦的明明就在火了爱丁堡大学 殊不知这个在英国苏格兰首府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大学 有自己的浪漫清晰 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看一下吧 刚下火车就听到远处传来的分笛声 有一位苏格兰的老姨爷穿着苏格兰裙 用分笛声欢迎着每一位来到爱丁堡的人 漫步在爱大的校园里 常常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鉴于19世纪的old school 是爱大现在的法学院 一路向南走到GS校区的中心区域 这个像巨大书架的图书馆 是几乎每个爱大学子都曾挑灯夜站过的地方 在图书馆南侧 有着视野开过的Mandos大草原 如果天气晴朗 绿绿的草地上便会长满前来晒太阳的英国人 如果你找不到图书馆 满草坪的英国人便是最好的指向牌 大家在草坪上烧烤散步谈天说爱 不对 谈天说地 图书馆抢不到位置的话 在草坪上学习也是不错的选择哟 学累了可以来到图书馆隔壁的Library Bar 西洋西夏 随手取一本贤书 小气一下 对了 来到这儿可不要忘了带上你的BRB哦 因为这里允许你小喝一杯哦 在学校里漫步 仿佛真如歌中唱的那样 中古世纪的城市里 我想就走到这 的确 每一处只属于爱大的城堡 都值得我们回味 拍照 打卡六年 与爱丁堡大学浪漫古堡一漫相承的 那便要数爱大别具分隔的毕业典礼了 毕业典礼在眼前的这个迈克尤恩厅举办 这座维多利亚时期象征建筑 见证了多少爱大人的高光时刻 每一位从爱大毕业的学子 都在这领导来自校长最特别的拍脑袋祝福 与英格兰毕业典礼不同的是 苏格兰高校用的是拍脑袋的形式 替代拼碎 对了 刚才忘记说了 来到爱丁堡可不要忘了去摸一摸 修莫的脚趾 听说 粉考必过哟 怎么样 属于爱丁堡大学的浪漫 你get到了吗 不仅如此 爱丁堡大学还诞生过 19位诺贝尔奖得主 一位贝尔兹奖得主 一名阿贝尔奖得主 三名图林奖得主 以及一名英国首相 本杰名弗兰克林 这位首相校友就曾胜赞爱丁堡大学 拥有许多真正的伟人和从事各种研究的教授 这在以往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未有过 听了上面的介绍 以后提到爱丁堡大学可别只想着周董了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